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艇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垫登陆船舶 主要用于两栖作战时的登陆运输任务 一听它的名字中带有欧洲两字 可能部分不了解它的观众会下意识地认为它是欧洲北约各国的装备 但其实欧洲野牛是苏联在冷战时期由金刚石设计局设计的一款气垫登陆船 要知道苏联可是横跨了欧亚大陆 首都莫斯科也是在欧洲 也算是欧洲国家 而这级气垫登陆船也继承了大家对苏联的刻板印象 吨位和运载量是非常的大 毕竟它可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垫登陆船 不同于一般的气垫登陆船 欧洲野牛不但可以提供大量的空间来运兵 它的火力也很凶猛 像苏联的一些火箭炮 禁防炮甚至导弹发射器等船上装的都有 也就是说 不管是海陆空哪种类型的敌人 它都可以碰一碰 可以说这样的武器配置与作战能力 一般的登陆艇绝对是望尘莫及的 而虽然欧洲野牛在同类军事装备中算是佼佼者 但它却一直人丁细少 甚至有不少人认为 欧洲野牛其实就是空有一身本领 却没法发挥 还不如美国的LCAC呢 那么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艇 相比同类装备的具体优势在哪呢 它的定位真的如部分军民所认为的鸡肋吗 在说这些问题之前 我们还是先从简单的基础参数切入 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艇 全长57.3米 宽25.6米 吃水深1.6米 满载排水量可达到555吨 相比美国LCAC登陆艇 标准近90吨的排水量 欧洲野牛可以说是一个巨无罢了 从外表上来看 欧洲野牛要比LCAC大得多 它的长宽都要比LCAC多近一倍 这个大小称它为艇有些勉强 它的尺寸已经远大于现如今的船坞登陆舰 以及两栖攻击舰的容纳能力了 苏联海军也干脆将它划分为登陆舰 为了驱动这台体型庞大的登陆舰 设计师为它配备了五台M70燃气轮机 其中两台位于船体的中后段两侧 负责驱动四具举声风闪 另外三台负责驱动三具 位于舰尾的大型四叶片可变距推进风闪 它们负责推进船体前进并控制方向 欧洲野牛的最大航速可达到63节 相比LCAC的最大40节航速 虽然欧洲野牛的体型更大 但是它的速度反而比LCAC还要快 在续航距离方面 欧洲野牛可以续航300海里 可以在浪高2米 风速每秒12米的海况下平稳行驶 作为一个两栖气电船 它还可以越过浅滩和礁石 坡度为5度的海岸 甚至是1.6米高的垂直障碍 这已经比不少坦克的越野能力还要强了 不过如果海面的浪高达到2米以上后 欧洲野牛就会出现严重失速的情况 所以它并不适合蓝海远航 而在它如此庞大的体积的前提下 欧洲野牛的装载能力自然也是很不错 其内部拥有总面积达400平方米的装载区域 这已经接近一个标准篮球场的面积了 它的中间区域是一个宽约5米的大型车库甲板 这个区域可以承载各种车辆装备 根据作战需要 欧洲野牛可以运载一个全副武装的两栖陆战联 搭载的选择也很多 首先是三辆总重不超过150吨的主战坦克 或者总重不超过131吨的十辆装甲车 亦或者总重不超过115吨的8辆运兵装甲车 如果全部空间用来运送兵力 欧洲野牛可以运送500名武装士兵 其实关于搭载的选择 这种载具一向都是很灵活的 毕竟这么大的空间想运什么就运什么 说完运载能力我们再说武器 开头我们说过 欧洲野牛不同于一般的气垫登陆艇 它的火力非常凶猛 欧洲野牛的舰手各有一座22管的140毫米火箭炮 舰桥前方有两座AK630形30毫米6管进防炮 以及两具双连装进程防空导弹发射架 可以说是针对敌方海陆空的力量都兼顾到了 而除了运载能力强火力凶猛 登陆作战之外 欧洲野牛还可以用于扫雷破障 因为气垫船可以大部分脱离水面运行 所以水中的障碍物一般对它的影响非常有限 水雷等也不容易被引爆 因此可以运用气垫船作为扫雷平台 搭载扫雷工具执行扫雷任务 另外因为它的速度很快 还可以利用它越战的优势将破障分队在障碍区自由输送 显而易见 在冷战后期的苏联海军中 欧洲野牛级气垫登陆艇是苏联最为强大的登陆装备 而气垫登陆艇的问世也正赶上冷战 当时美苏一直在做军备竞赛 上世纪60年代 苏联海军向设计局下达了设计大型气垫登陆艇的任务 他们首先制造了MK01和MC01这两艘小吨位的实验艇 直到上世纪70年代 金刚石设计局研制的1232型大型气垫登陆艇 交于苏联海军实验 这种登陆艇很快进入量产 而在后来由于长时间的高强度使用 它很快逼近了它的设计寿命 不过苏联人也在完成它的量产计划后 就马不停蹄地开启了其后续型号的研制 1978年金刚石设计局再次接受了 研制大型气垫登陆艇的任务 随后在设计师奥基莫夫 莫霍夫谢苗诺夫的带领下 金刚石耗时五年 在1983年完成设计工作 1988年欧洲野牛在苏联海军正式服役 以上呢便是欧洲野牛的建造严格了 到现如今依然有欧洲野牛在意 当初苏联解体之后 它还受到了希腊海军的青睐 俄罗斯和乌克兰一共向希腊出口了四艘欧洲野牛 不过目前希腊的已经全部封存 而除了希腊 乌克兰还向中国出口了该舰 不过这都是21世纪的事了 这笔交易当初也是谈了很久 最终中国花了3.15亿美元订购了四艘 同时乌克兰也向中国提供了全部的技术资料 这一笔大单对于大海造船厂也算是雪中送炭了 另外我们之前也说过 虽然欧洲野牛名气很大 但是该机舰艇造的数量并不多 一方面是因为它造价非常昂贵 维护成本也很高 而且这东西耗油实在太高 吃下五六十吨燃油也就跑个300海里左右 另一方面因为它的体型实在太大 没法放在现在的两系登陆舰中进行运输 其他船也装不下 自身吧也跑不了太远 所以它没办法进行远海任务 而出不去的欧洲野牛苏联海军也没必要搞太多 所以装备数量也不算多 那么它能在作战中发挥的效能也很有限 我们也都知道 所有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都是要符合国情的 怎么说也要因地制宜 当时苏联可是考虑到在西欧亚大陆 黑海 离海等地狭小瓶颈 续航力高的大型高速气垫船 很适合在这样的环境下作战 不过欧洲野牛级至少在声势上也算是不负众望 在同级舰中也是佼佼者 不过如今苏联已经解体 俄罗斯对其的需求或许不算太大 或许在未来 俄罗斯也会考虑发展小型的气垫登陆船 好了 到这里 本期视频的内容已经全部结束 大家对这款气垫登陆舰有什么看法 目前服役的国家真的需要它吗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有想看的节目也可以打在下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